日前偷走了潮流公仔库伯利克雄的嫌犯 抓到了发生在12号知名玩具公仔收藏家疯狂大叔的仓库遭窃 里头大约有70箱的库伯利克雄公仔 以及大约30箱的雕像人偶 其中包含了要价30万元的魔戒角色索伦雕像 也通通被偷走 损失金额高达了500万元 而经过了警方追查 在基隆 新北 桃源等5个地区 总共逮捕到了5名嫌犯 也要来继续地追查其他藏物 库伯利克雄变身动画怪兽电力公司里的毛怪大眼仔等等 多种特殊样貌统统要价好几万元 而妾嫌就是看上这一点大胆亲切 知名的玩具公仔收藏家疯狂大叔 位在基隆七堵山区的仓库12号遭窃 里头约70箱的库伯利克雄公仔 还有约30箱的雕像人偶 其中就有要价30万元的魔戒角色索伦雕像 以及三台全新的机台统统被偷走 损失金额上看500万元 当时疯狂大叔就认为 这么多的物品 其中遭窃的工作机台还重达三顿 怀疑是被人用大卡车载运偷走的 果真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监视器拍下窃嫌们的犯案瞬间 经警方调入画面 发现共5名嫌犯分工行窃 警方随即兵分五路在基隆仁爱区 新北市汐止和淡水区 桃园平正和大园区等五地 将嫌犯一网打尽 并请获证物18箱库伯利克雄公仔 一台业绩电视以及毒品等物品 一并带走 陆续查棄卫姓 陈姓 卢姓等五名犯嫌犯案 起获召窃的库伯利克雄公仔等证物 警方就怕 窃嫌把还没被追回的赃物拿去变现 将持续追查 也要看看有无其他控犯 全案一加重窃盗及毒品等罪嫌 移送侦办 记者蔡志恒 吉隆报导